以保护儿童扶植为使命的香港保护儿童会 12月24日爆出职员女童案 受害儿童至今增值20人 已全部送援 事件中共有6名职员被捕 4人将被落案起诉 涉嫌虐待及忽略看管儿童 发生怀疑女童事件的是 位于旺角的同乐居儿童住宿中心 该中心成立于1926年 在其官网介绍中 声称是全港历史最悠久的儿童慈善机构之一 目前拥有29个服务单位 为出生至16岁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 包括弃婴 孤儿 经法院转介 或来自问题家庭的孩童等 附近居民指 目睹中心游乐区 有职员涉嫌虐待亲民2至3岁半的流苏幼童 幼童遭职员掌国 扯头发及大理抛落地 因此报警揭发 保护儿童会事后发表声明 对事件感到遗憾及痛心 并强调十分重视儿童福祉及安全 但截至目前为止 除了以即时解雇涉事职员外 保护儿童会并为就此事件进行道歉 我们对事件感到极度痛心 被一对受影响的儿童和家长 表示非常违恨 我们已经成立了专责小组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 查找问题 采取补救措施 决心挽回公众 对香港保护儿童会的信心 我们的使命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小孩 我们重申 我们对这类事件是零容忍的 事件发生后引发全程愤怒 有政党要求社会福利署严查事件 确保所有儿童免受伤害 并加强相关员工的职业培训 让收托儿童获得世界照顾 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民间联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葛培帆 狠批事实支援行为 人神共愤 道歉十万次都不足够 并促请政府全面检视保护儿童制度 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我觉得完全是不能接受的 真是人神共愤 根本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 因为其实每一个儿童都应该走到保护 这个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尤其我想大家最愤怒的就是 这些是最需要被保护和照顾的儿童 因为他们可能是孤儿 可能在家里出现问题才放在远石 最需要保护他们的机构 竟然保护儿童变成虐待儿童 我相信是最难令人容忍的 我觉得这个机构 道歉十万次都不足够 今次的事件也反映 政府整个监管制度出现了很大的流动 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之后它是否可以继续做呢 是不是 那这些机构有没有惩罚机制呢 现在我们都见不到 我觉得有一连串的问题 是政府必须要向社会交代的 所以我们在立法会 就会全面去跟进这个问题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